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时间服饰 99年海外神学院的道学硕士 2016年是正道神学院的教务博士 现在是在Polotus 在基督教中心堂 基督教会中心堂幕会 我来介绍一下他 因为我知道他的情形也是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童彦平同学 他是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摄影社 很多同学去摄影社 就是去玩玩交朋友的 他是一个非常 应该是说在那个时候 已经非常专业的一个摄影 很喜欢摄影的一个专家 在我们那时候同学呢 我们用的是 大学同学可以用的 Minota相机 已经算不错了 镜头 那如果再好一点呢 就是用Canon 或用Nikon的 我们同同学啊 我们同学啊 他用的是德国的蔡司的镜头 他要求的是非常完美的 他要捕捉那个最 Sharp 最完美的一个镜头 来到美国以后 我不知道他其实 经过了几年以后 真的是神的呼吸 他把他一生最好的奉献给神 他放弃了他在 这个他是 这个 生物 细胞 细胞学 细胞生物是不是 反正就是 我们同学很多都是博士 他放弃了这个 真的是 他的这个专业的 把全时间奉献给神 觉得今天真的是 感谢神 我们在 这么多年以后呢 我们在教会一起相遇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还没有信主 我印象中 他那时候已经信主了 可是还没有全时间奉献 真的是一个神的恩典 让我们真的在这里 我们在聚集 我们真的是很高兴 我们今天能够 请到他来 在这边 来跟我们说 来跟我们说神的话 他因为 刚好从北加州下来 他在 Earvine 有授课 授世经学这个课程 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 神很巧妙的安排 让我们真的是在这里 我们能够听到 他的话语 好 我们来欢迎他 好 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 谢谢 黄长老 等介绍 不过他讲的一些 我要稍微修正一下 这个 宾州大学 跟宾州州立大学 是有差的 我是州立大学 这个宾州大学 如果去UPN的话 他们会卖一个T-shirt 上面写 We are UPN Not Penn State 因为很多人搞不清楚 这个第二个要纠正的 不是 不 这个什么 就是 讲清楚的 我不晓得他们注意着 我的这个大学 在做什么事情 是啊 我是摄影社的 但是 虽然是菜市镜头 可是我的相机是Pentex 是最不好的 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钱 不过你知道吗 这个摄影就是这样子 不是在那个机器的问题 是那个按快门的那个人 所以因为我们去照相 摄影社有那么多人去照相 一起去照 回来只有几张可以看的 所以他们都用 Nikon 都用Nikon 都用Canon 都是用这些好的相机 我没钱 谢谢 我没钱 所以我用Pentex 还好 感谢主 今天真的很感谢主 我本来答应 家勇这个 八月要来的 本来说陪我 我的岳母来 不过她我来 没有来 没有来成 刚好今年年底 这几天我在 来上课 我就跟她联络一下 那她说 请我到你们这边 来分享主的话 我想到哪里去分享主的话 是我最快乐的 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二十几年来 我到过不少地方 那么 今天能够来这里 也是主的安排 主的预备 那么 我跟家勇呢 三十四年没有见 我特别来跟她 谢谢一件事情 因为她刚才忘记了 三十四年前 1985年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曾经来过LA三天 她来招待我 她竟然忘记这件事情 所以 那我想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在她心目中 这是不重要的 不能占用她太多的memory 那所以 我跟她三十几年没有见 你知道吗 我们中间当然 三十几年 人生有几个三十几年 但是一定发生过很多事情 我见到她呢 我们中间三十几年 有个最大的变化 她呢 不但的是更加的成熟 英俊潇洒 那我呢 我三十几年前不是这个样子 你们要明白 我那时候是满头黑发的 我还怕她今天看到我不认得我 还好她认得我 感谢主 我今天要同大家来分享主的话 那我问家勇说 有没有要指定什么经文 他说你们最近是在查 在灵修是在看马可福音是吗 那我们就来看马可福音 请你打开马可福音 奇怪你们没有问我讲题跟经文 这个我到很多地方去讲到 唯一只有这个教会没有问我 牧师你的讲题是什么 经文是什么 可见你们很信任我 不会不会是异端 我的题目是 我们先看经文好了 马可福音第三章 十三到十九节 这一段圣经有很多的人民 通常我们读经读到这里 就跳过去了 这跟家谱一样 都是人民 第三章 第三章十三节 耶稣上了山 随自己的义死 叫人来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要他们 常和自己同在 也要拆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全柄赶鬼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 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 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 就是雷子的意思 又有安德烈 菲利 鲍多罗马 马太 多马 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太 并奋瑞党的西门 还有麦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第一处经文 第二处请翻到 使徒行传第四章 四章十三到十四节 两节就好了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是 没有学问的小民 就稀奇认明 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又看见那治治好的人 和他们一同站着 就无话可博 我们立头来祷告 我们感谢主 让我们能够一起 在这个主日的清晨 打开主你的话语 从来思想 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 叫我们看见 主你实在是那一位 又奇妙又宝贵的 复活的主 我们感谢你 把这个时间恭敬 交托仰望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三章这里 这是一份名单 主耶稣呼召 这些人 预备他们 要吩咐他们出去传道 这就好像呢 要开一个公司 你要招募一批员工 是吧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开公司 那你 开公司是你要招募员工 是吗 你会看他们的履历表 是不是 那这看这个履历表 你一定怎么样 一定是挑最好的 是吗 那时候是看到去U-Pen跟Penstay 那Penstay不要想 一定不会来的 对不对 一定挑最好的 你不会挑最坏的 是吧 那么看看这个名单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名单是不是 主耶稣精挑细选的 我很奇怪 那第一份名单 应该就挑到保罗 没有挑到保罗 这里几个人名 我们看第一个 排在最前面 十二个人有西门 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 彼得本来不叫彼得的 他的名字是西门 或者是西门巴约拿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但是他遇见主 或者说主耶稣看到他 呼召他来 他说你要叫基法 基法是 基法是什么 亚兰文 翻出来就是彼得 磐石 石头的意思 石头 但你注意一件事情 主耶稣呼召这个彼得之后 在四福音里面 很少 大概大概只有一次 主耶稣称彼得 叫彼得 他都叫他什么 西门 西门巴约拿 为什么 把他改名就应该叫他彼得 为什么还是继续叫他叫西门呢 约翰的儿子西门 因为此时此刻的彼得 还不是彼得 这个彼得 我们当然就很认识了 我常常提到彼得 你想要小心讲话 将来有一定要跟他见面 讲太多不好的实在是不好 但圣经明明就是记载他很多不好的 他当然有很多好的 值得记载 但这个西门 这个彼得 你看看 他怎么样 他蛮勇敢的 我可以这样子讲 他看见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那个还是夜里黑黑的 在海面上 你有没有行船过 有没有坐过船 有啊 你们一定是坐cruise是不是 坐到那个大风大浪来 你们是平平稳稳的 那种的 不是啊 不是那种船啊 我就有经验 我以前是做海军的 你们知道吗 我是当兵的时候 台湾来的你都知道当兵啊 我都抽到海军了 你是坐官的是不是 他大概是坐官的 因为他好 他成绩好 我成绩没有那么好 因为都跑去摄影 所以成绩很糟糕 他大概是坐官的 我记得你是坐 你不是坐 他是坐那个最悠闲的那种工作 那我不是 我那天要没有考上官 要当兵 我姐姐去帮我抽签 抽到海军 没有话说 去做海军 海军 我想这样子好了 也好了 感谢主 不会游泳 刚好去可以训练 是不是 就可以游泳了 没有想到真的 去受训三个月 新兵训练 真的有带我们到游泳池边 但是没有教我们游泳 没有教我们游泳 还好 还要结业里的时候 还要验收你会不会游泳 我这下惨了 那边班长说 会游泳的到这边 不会游泳的到这边 感谢主 不会游泳 大概就是免了 不会游泳到那边去 把我们带到游泳池边 游泳池你知道有浅跟深 把我们带到最深的那个地方 干嘛 要叫我们看是吗 带到最深的地方 然后叫我们往前走 排成一排 叫我们跳下去 主啊 救我 我那时候想到彼得了 主啊 救我 我还没有跳下去之前 他说 你们跳下去 随便你们用什么办法 从这里到那里 从这里到那里 这游泳池 从最深的地方到游泳 随便你用什么办法 那当然大家都很聪明 跳下去 抓着那个边 这样子 就从这里 从这里一直到边上来 这个叫验收 告诉你们 国防机密 海军的兵都是这一种 不会游泳 因为有个名言 剑在 军剑 剑在人在 剑王 那还要游泳干什么 那不管怎么样 所以我很有感受 彼得看见主耶稣 主啊 若是你叫我从这里走到 他怎么会有这种思想 我都不明白 我从来不会有这种 主啊是你啊 赶快来啊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从这里走到你 那里去了 耶稣说你来啊 他就去啊 走两步 只见风浪生 你看小心啊 快要沉下去了 耶稣就伸手拉他 抓他就上来 你这个小心的人 这个是彼得 这个还算 前面还好 后面就不行 那彼得我想最有名的是什么 三次不认主啊 耶稣还先告诉他了 今夜 你要三次不认我 怎么可能 我跟随你这么久了 是吧 不可能 主啊 他还把别人拖下水 就算众人都跌倒 我也不跌倒 这个人讲话太夸大了 结果呢 三次 就是这个彼得 三次仆人主 那耶稣呢 挑这个彼得 这为什么 为什么 耶稣看见这个人 将来 不是看现在 现在这个人不能叫彼得 但将来有一天 他可以是 那个磐石 神看见 我们不能看见的 那一天晚上 他们一夜捕不到鱼 早上起来 主耶稣讲了一篇道 之后告诉彼得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他说主啊 我们整夜劳力 没有抓到半条鱼 是吧 没有啊 但是 既然你这么吩咐 好 我们就 开爬 开船去了 你们捕鱼的人都知道 有没有捕鱼呢 有没有钓鱼呢 都没有钓鱼啊 有 有人不敢举手 钓鱼是好事啊 钓鱼好 我从前在Penn State念书的时候 最大的 因为我们那个campus是在 山不管的地带 没有人到的地方 滨州这么大 它在地理的最中心点 就是Penn State 八十二公路在上面 我们那里没有人要去的 所以很多的牧师 从这里经过 都不来看我们 好 请他 请他下来看我们 所以那个地方 这是 很无聊的一个地方 只能读书 还有呢 只能看Football Penn StateFootball是很有名的 我1986年到那里读书 刚好那一年 全国冠军 好快乐 好棒 那么夏天还有一件事 你可以钓鱼 那个时候去钓Troft 尊鱼 叫尊鱼 真是很棒 尊鱼 我告诉你们 尊鱼是很聪明的一种鱼 它去咬那个耳的时候 你丢过去 有尊鱼 它会先去Test 去碰它一下 碰它一下 那么碰一下 那个浮标 就会稍微沉一下 对不对 好 你不要急 你不要看到 它沉进去就拉 但它还没有咬到 它只是在死 它四几次 发现这个真的是耳 好吃 它才咬下去 咬得很深 一拉 那个耳 那不是那个浮标 才会下去 下去两三秒的时候 对了 它咬上 一拉 勾住 上来 还有我们这个中国同学 都好会抓鱼 我就跟那个 会钓的去学 还买特别的 橘红色的浮标 很清楚 因为清晨钓鱼 没有人白天钓鱼 清晨跟黄昏的 黑黑的时候 橘色的很清楚 每次我们都超 它规定一天只能钓八条 不能超过八条 所以我们钓了八条 就回家了 旁边的那些老美 一直钓 钓不到 看到我们气得要死 你们这些老中 怎么搞的 我们的同学 有个同学很贪心 一天钓八条 他早上去钓八条 中午去钓八条 晚上又钓八条 结果整个冰箱 塞了156条 放不下去 这个弟兄家 解放 那个家弟兄家 这叫贪心 不要做这种事情 捕鱼 没有人白天的 但是主耶稣说 开到水深之处 彼得说 既然夫子 你这样子讲 我就顺服 好吧 开到 其实他还是不相信 一开去 哇 那个船几乎要沉 没有沉了 小心了 主叫你捞一船的鱼 结果那个船 下去了 得了 赶快叫同伴来 另外一艘船 那艘船也装满了 他们回去之后 把船拉上来 圣经说什么 圣经说什么 他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罪人 他看见 他看见 这一位主 不一样 他们就舍了亡 耶稣还说 你将来要得人 如得鱼 他是上船 又舍了亡 就跟从了主 就跟从了主 我觉得这个彼得 从这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上 看得出来 我得控制时间 他看得出来 耶稣看准 看得没有错 为什么没有错 如果是换成我 我一定想说 主啊 我同你开个公司 从此你叫我往哪里开 我就往哪里开 捕到的鱼 你一半我一半 我们去传教要 要基金啊 宣教基金是不是 要不然我们常常去传道 都没有东西吃啊 还要一群姊妹 跟在后面 喂我们煮饭啊 是吧 我好 你看这样不是很好吗 那个好厉害 那个比现在的那个GPS 还厉害 不如鱼的那个 声纳还厉害 但彼得没有 圣经告诉我们 他立刻舍了亡 就跟随主 这是彼得 彼得的事还有很多 我不能一直讲下去 看看约翰 怎么样 还有一个兄弟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 就是雷子的意思 半尼奇不是希腊文 半尼奇是亚兰文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被亚兰国 北边被亚兰国统治过 所以用了 主耶稣也用亚兰文 是通行的一种方言 不是希腊文 如果把它翻出来就是什么 就是雷子的意思 雷子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Son of thunder 你看过打雷吗 砰 你的旷野去 砰 他的耳朵 那个声音很结实的 一震 有时候那个心脏都 震一下有没有 真的好厉害啊 这是一个名字 两个人用 你知道吗 两个人都叫雷子 不是一个 两个人 其实啊 你自己不叫名字 这个是什么 是个绰号 Nickname 他们的 那个雷子 脾气很暴躁的意思 脾气很暴躁 你记得有一件事情 有一次 耶稣要到一个城里面去 他先吩咐门徒去 为预备地方 那些人一看到 哎呀 你们往耶路撒冷去 Sorry No vacancy 不招待 因为那是什么 撒玛利亚村庄 撒玛利亚村庄 撒玛利亚人 跟犹太人不来往的 看他们要去耶路撒冷 吃到他们吃 哎呀 这糟糕了 耶稣就跟他的门徒 后来耶稣跟他门徒 一起到了这个村庄 报告老师 他们不接待我们 怎么样 约翰跟雅各怎么样 听到这件事 义愤填膺啊 主啊 要不要我们吩咐 火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怎么样 收灭啊 这就是雅各同约翰 这个如果是现在话 这个叫什么 这叫terrorist 是吧 不接待就把我用火 给我烧光啊 这好凶啊 是吧 就是这位两位 son of thunder 为什么这脾气 这么暴躁呢 或许 我猜了 或许 都跟出身有关 你知道我们 一些不同的地区的人 有不同的性格 这自然的 这不是什么特别 说稀奇的 你看我们中国 山东人 有没有山东人 山东人耿直 对吧 山东人老实 山东人 我很喜欢上 山东人个性 一条肠子通到底 他不跟你歪歪曲曲的 我只讲好的 那不好的我就不讲了 山东人好 山东人 我们中国有山东大复兴 有没有 好 广东人 有没有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怎么样 广东人有革命精神 对吗 黄花干 七色列 是不是都是广东人吗 你这是不容易的 你要去革命 要革命 要死的 你敢吗 其他人就不敢了 广东人 所以现在香港也不容易 不过香港人不承认 他们是广东人 个性不太一样 苏州人 有没有苏州人 有没有苏州人 苏州人吵起架来 好像很好听 怎么以为他们在 他们是在吵架 不过他们讲话 无浓乱语 听起来很好听 这个个性或许是有点不同 加利利 加利利好像是火山的 火山地带 或许这个言语 火山地带 脾气不好 这样的人能够做门徒吗 耶稣 你怎么选了这个彼得 选了这个雅各 选了这个约翰呢 我们有没有 有时候也像这个 雅各同约翰呢 脾气很暴躁 动不动就 哇 小心啊 小心啊 还有什么 还有好些人 还有一位一定要提一下 这个人叫犹大 犹大是什么意思 犹大的意思是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 应该知道 犹大 犹大是赞美的意思啊 这个名字好不好 好啊 赞美神 是吧 赞美 有没有人叫犹大 我到现在为止 没有看过一位弟兄 叫犹大的 有叫大 David 有叫Peter 有叫Paul 有叫James 还没有遇到叫犹大的 为什么没有人叫犹大呢 犹大很好啊 犹大是很好 不过他的前面 加了几个字 叫做卖 耶稣的加略人 有他 你们一定会很好奇 因为弟兄姐妹常常问 你主啊 你知道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这个人将来会卖你 你为什么选他 有没有 有没有 问过这个问题 就好像这个问题 就好像 主啊 你既然知道亚当吃了那个 树上的果子会死 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树就拿走就好了 几乎同样的问题 是吧 弟兄姐妹常常有这种思想 他们问这种问题 我怎么回答他们 我说这样子 那天 主耶稣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的时候 忘了请你做顾问 就请你做顾问 你就会建议神说 不要把那个树摆在那里 对 他没有请你做顾问 你懂我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 你比上帝还聪明 耶稣为什么选犹大 他知道的 怎么证明他知道 因为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章 那里就提到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 要卖我 他还说 这个人从始至终 都不是我们的 约翰补充说 那个人就是犹大 这样的人 主耶稣为什么还选招他 有一件事情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 最后晚餐的时候 犹大 他们不是吃饭吗 吃逾越节的晚餐 是吗 请问 你们知道这个规矩吗 犹太人吃饭 不像我们坐着吃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 坐在地上 有一个枕头 桌子很低 你坐在地上 旁边一个枕头 靠着 靠着吃饭 好像很舒服 好 那么这有学问的 那么一个桌子 就排着像一个 摸字形 那么一个位置排好 请问 这样一个位置 有次序的 请问耶稣坐在哪里 我告诉你 耶稣坐在第二个位置 为什么第二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是最尊贵的 这个宴席 月节 晚餐 最尊贵的 那个客人 坐在第二个 第一个是谁 我考你们 看你们圣经 请问坐在 第一个位置是谁 约翰 你怎么知道约翰 果然是长老 和长老的太太 因为他们是这样坐的 所以第一个坐在这里 靠近耶稣的胸怀 谁要卖你 有没有 耶稣说什么 我沾一点饼给谁 就是他 所以犹大坐在哪里 犹大坐第三个位置 第三个位置给谁坐 第三个位置给第二个 那个最主要的客人的 最honor的 的那个 他的朋友 或者他的客人 这样懂我了吗 懂我意思了吗 那彼得坐在哪里 彼得坐在最后的角落 因为那个是最小的 所以他就远远的告诉 你问问 问问主啊 是谁啊 他就 他因为他听不到 那我们看 主耶稣为什么让犹大坐在旁边呢 沾一点饼给他吃 圣经说 犹大吃了就出去 卖主 为什么 因为知道这个动作的意思 这个动作是一个 他们沾那个饼 是两个人共用一个 所以我们两个共用这一个 表示什么 表示我对你的 最后的一个善意 所以犹大知道 所以他知道之后 圣经告诉我 魔鬼就进了 他就下决心 No 拒绝 我去卖你 我要出去卖主 十三章第一节 耶稣知道离世归父的日子 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他就爱他们 到底 到底什么意思 到底就是到最后一刻 我都还给你机会 耶稣知不知道他要卖他 知道 但是犹大的身上 叫我们认识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爱到底的爱 但不止这一个 还有洗脚 还有等等 好 我很快的把这几个人 那没有时间 还有一个巴多罗马 巴多罗马就是拿单叶 就是人家告诉他说 摩西律华上所讲的那个 先说我们遇见的就是 拿撒勒的耶稣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 就是那个 耶稣都没有怪他 是吗 他说这是真以色列人 真以色列人 诚实 耶稣有他的看见 耶稣虽然他的看见 同我们的看见很不同 本来就是这样子 而撒勒尔记那里有一句话说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神 他看内心 他看内心 他看见这些将来要 在传道的这个事工上 要肩负重任的这一批人 他仔细的为他们祷告 路加福音讲 他整晚彻夜的祷告 这里看述叫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第一 神呼召人来到他的面前 一开始耶稣上了山 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招募一群 要出去传道的这个队伍 所以有人用这句话说 这个 要全世界侍奉 天国没有志愿兵 我来了 我来了 没有 所以你要有什么 你要有 calling 要有神的护照 神的护照 有没有神的护照 从前 Louis Palau 这个南美的 被称为是 Billy Grant的 Louis Palau 打步到家 他一直想要到 宣教工厂去工作 所以他就一直在等 等一个 calling 他妈妈是很善良的 他可以这样子讲 我亲耳听到他讲这个见证 他就继续做他的青年工作 在那边 等 有一天他妈妈实在是受不了 把他叫来 他说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什么 I'm waiting for special calling 他在等一个special calling 他妈妈 他说他妈妈像我们中国人 等妇女是很温和 很善良 讲话很和颜悦色的 他说他那天妈妈 几乎是 身高音量 大声的对她说 Calling calling 他说这个calling has been wain ou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2000年前这个呼召就已经发出来 You are not waiting for calling 你等的不是个calling 你是要回应那个calling 回应那个特别的呼召 不管如何耶稣呼召这些人 来到他的圣面前 来到耶稣那里 他要求一件事情 他怎么样 要求他们与他 常和自己同在 常和自己同在 他呼召 他要装备 装备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起初看起来是不怎么样的人 是拿不上台面的人 是那个履历表拿出来不能看的那群人 没有关系 来 跟我在一起 你知道这个跟我在一起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吗 你们有没有招待人的这个经验 你有房子要打开招待人进来 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房子赶快收拾干净 还有拿出最好的 然后我每天出来要笑脸 那今天心情不好也不可以 是不是 一定是拿最好的招待人 他天天二十四条跟在你 你就完蛋了 因为总有一个把柄被他抓到的 是吧 所以广东人讲 客去主人欢 客去主 终于走了 你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你们不要小看这几个字 叫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吃住 睡 传道 医病赶快 什么都做 只要有一样 被他们看见耶稣不对的地方 垮台 整个都垮台 我出来传道之前 我在进到海外神学院 海外神学院是一个很特别的神学院 我从前完全不认识这个神学院 可是当我要出来的时候 我的牧师很多人都跟我讲 他只有去海外 我海外 我有什么海外 因为海外有一位曾林方院长 曾林方院 我没有听过 对不起 滕敬辉我听过 吴勇我听过 寇斯远我也听过 我都认识他们 就是这一位我不认识 去跟他见面 跟他见了四次 谈话四个小时 我只讲了一句话 全部都他讲 他讲什么 他讲他的见证 讲完见证 我才发现说 天哪 这世界上 还真的有 这个George Mueller那一类的人 George Mueller 德国的牧师到英国 开孤儿院 十二点要开饭了 没有东西 他说摆餐 摆餐去 他继续祷告 从来不募款 十二点一到 个卡车停在门口 刚好有一个人 订了面包 cancel去 他整个卡车 面包运来 一辈子用信心 做主的工作 从来不募款 海外神学院 香港有十三间神学院 现在已经把它关掉了 因为九七要来 他知道 他没有在 在那个政权之下 无法按照他的心意 来开始这个神学院 因为九七还没有到 他们就把他抓到一个 一个大楼去 就问他 他说你们神学院 怎么没有公民教育 神学院要有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就是要爱国 他没有 他把他带到一个大楼 十楼 一个门打开进去 那几个人跟他讲 跟政院长讲 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什么地方 是香港超飘的地方 我今天把你推下去的话 全世界找不到 曾连芳这个人 可不可怕 所以他知道 九七之后 他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 来开这个神学院 所以神很奇妙 带领大家到 San Jose去开始 这个故事很长 我只讲一件事情 我们到了神学院 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 除了我们没有 睡在神学院之外 每天上课 早晚 他都在我们旁边 给我们看 我那几年 三年 我学下 学下来 跟着这位属灵的前辈 学 真的学了很多 他是一位 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的 所以很多人我都认识 我就是偏偏就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因为他非常隐藏 他充满了见证 他一生有三次 得了两次癌症 血癌 196期 197期就得癌症了 血癌 香港最好的医生 是他的 是他的这个会友 医治他 他说 钟牧师 我这一次医你 如果医好 你这个病如果会好 我的招牌要倒挂 你懂我意思吗 你的病如果会好 招牌倒挂 就是不会好的意思 他就特别为他想了 特别的一针 这个针是他自己发明的 一针打下去 可能会好 可能会死 你要不要 打 神救了他 这位神的仆人 就好像活生生的一个经历 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 给你看 所以你看 耶稣说 叫他们来 常和自己同在 圣经告诉我们说 学 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来 你们跟从我 就必得安息 得享安息 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担子是轻生的 学主的样式 就是学 神学院最好 就不是教 他教你知识 不是 是让你看 看 就是这样子 看 你看都 看都不会吗 有人看还是不会 看 学 主耶稣 让他们看 让他们学 呼召他们来 装备他们来 三年半的时间 弟兄姐妹 我没有明白一件事情 信 是一下子的时候 学 是一辈子的功夫 我们往往只停留在那个信的阶段 我信耶稣了 我信主了 啪 一下子 信耶稣 信主 是很快的一件事 他们问我 常常问我 什么时候信主 受洗的时候 我说不是受洗 我说你当你 接受主耶稣进到你心中的时候 那一刹那 千分之一秒 万一秒 啪 一声 你已经 信主 你已经得救了 还没完 你还有一生 一生怎么样 一生你都要学主的样式 学主啊 效法他 效法他的 效法他的温柔 效法他的谦卑 效法他的忍耐 你知道这一群人很不好 对付的 十五行传第一章一打开之后 看现一件事情 耶稣复活以后 长河门徒在一起 多次向他们显现 四十天之久 我请问你们一件事 假定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 他昨天礼拜五 礼拜六 刚好 这个顶十字架 今天常常坐在我们这里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他复活了 你看见他了 他跟他讲话了 你信吗 奇怪还有很多人都不表示意见的 有的人点头 有的人还是 没错 就是这样子 有的人信 有人信 你说都信吗 四十天 要搞四十天 一下一个人 一下两个人 一下一群人 一下五百个人 到最后 耶稣要升天 把他们叫来 吩咐给他们命令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门徒 奉父子圣灵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教训 都要吩咐他们 我就参与东西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 你们都知道的 对不对 都要走了 最后的交代 应该都信了吧 错 二十八章十九二十 去看看十六节讲什么 去看看什么 他说那个时候 还有很多人疑惑 人是很麻烦的 就是给你显现一百次 就是给你诸多的恩典 只要一样对你不喜 只要一样你觉得不顺 你就怀疑 你就忘记 正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在旷野 领受这么恩典 忘记 我们常常这样子 不是说这些门徒 我们就是这样子 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今天我们是一群被神呼召 什么叫呼召 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 神把我们呼召出来 分别出来 成为圣洁 圣洁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我们已经不再是属于那一群人 我们是已经属主的人 但是我们一生 要学主的样式 我们既然蒙恩 蒙招 我们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恩的 所蒙的恩 相称 以弗所述四章 那要什么相称的 行事为人 要存怜悯的心 要存怜悯的心 忍耐 好多好多 那我不晓得 你欠缺哪一样 好好学主的样式 耶稣叫他们来 与他们同在 但不是重点 最重要叫他们什么 要出去 要出去怎么样 传道 给他们权柄 给他们赶鬼 这一群人 同样的一群人 一直到了五旬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 圣灵降临之后 每一个人都改变了 彼得站起来 讲到那天五千人信主 这大概是世界纪录 教会就建立起来 教会就建立起来 以后到第三章 他行了一个神迹 一个在美门口的 一个瘸子 躺在那里 他看着他 指望彼得给他一点什么 给我两个quarter 彼得定睛看他 看我 他说金和银 我都没有 我奉拿撒勒 耶稣的名 怎么样 叫你起来行走 那个人怎么样 那我就立刻跳起来 你试试看 你坐在位置上 再坐久一点 你坐在地上 起来 还扭一下 扭一下慢慢起来 尤其我们是上了年纪的 对不起 我上了 我已经到六了 你到六没有 你也到六了 我们到六了 动作慢一点 这个人生下来就是瘸子 他是怎么 立刻还走着 跳着赞美神 进圣殿 瘸子是不能进圣殿的 今天他不再是瘸子 所以 生命改变 所以那些官府的 看得不对 人越来越多 就把这个彼得 他们这几个 抓在一起了 抓起来了 审问他们了 这个彼得说 要看出他 他们说 看出这个人不对 这一群人 好像是没有学问的 这一批小民 今天看到他们 看到这个瘸子 站在这 无话可搏 无话可搏 就认出他们是有胆量的 弟兄姐妹 我们中国人有讲一句话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所以很多人就生气起来 我就是这样 你要怎么样 有没有 千万不要这样子 在族里面 没有什么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的 彼得 人看出他是有胆量 五行节讲过后 你知道吗 所以胆量是可以被看见的 看出他是有胆量的 从他所行的 所做的 是有胆量的 这一群人 大概两个月前 你就是跟耶稣 我不是 我不是 第二次 我不是 第三次 第三次才发咒启示 这个最糟糕了 发咒 彼得到第三次 他发咒 意思就是说 我要是的话 我就怎样怎样 天打雷批 什么之类的话 这个下子彼得 跌得真惨 十一个门徒 以后后来又有一个 抽签选出来了 十一个 看看彼得 你要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你叫彼得 怎么带领这一群 是吗 还好那天他出去痛哭 两个也 四目相似 彼得就出去 痛哭 悔改 这群人已经不一样了 胆量是能够看见的 为什么从前是这么害怕 为什么今天可以这样子 一个关键是什么 因为他看见复活的耶稣 因为他看见他的主 是复活的主 十度行算第一章第八节 你们要 圣灵将你们身上 你们要得到能力 不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拳远地上班里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是吗 那个英文 那个原文的意思 不是说做见证 因为那个意思是 to be my witness 做我的什么 见证人 做见证是说 信福音 传福音 信耶稣好不好 这个叫做见证 我呢 我过去是怎样 摄影社的 时间都发在摄影社上 书都没有读 后来耶稣拯救了我 我说感谢主 所以你要跟我一样 这要做见证 见证人呢 曾经人有时候不需要讲话 就站在那里 就坐在那里就好了 事实上有一个见证人 他从头到尾没有讲话 人家都来看他 你知道谁吗 拉萨路 就是那个 听说他死了四天互活 就他 就他 不用 什么话都不用讲 对吧 如果人家说 看到你 这个人一定是基督徒 信 听到他话 他是基督徒 他是基督徒 吓了一半掉 我从前有一个邻居 就是聊起天来 他跟我 也是基督徒 讲到一个人 他说他的老板 他从东部搬过来 跟他的老板 找他过来 老板叫什么 叫某某某 我说他是教会的长老 他是基督徒 那下面就不用讲了 是不是 to be my witness 做我的见证人 所以你让人看见 这一群人 我们也应当被人看见 我们是有胆量的 我们不要默默 做门徒 暗暗的做门徒 像尼哥迪姆一样 像那个 约瑟一样 暗暗做门徒 人家跟你做朋友 做好久 还不晓得你是基督徒 这个最糟糕了 好 没有 原来是 没有学问的消灭 我今天的题目是 化腐朽为神奇 这有点对彼得跟约翰 有点不敬 你知道吗 就把他们讲的是腐朽 朽木不可凋野 分子无知强不可乌野 但是呢 没有一个更好的对比 从前是这样子 后来是这样子 那差不多 那差不多是 朽木 朽化腐朽 为神奇 站在神的面前 站在众人的面前 能够讲出 为主做见证 讲出那个不同的 神要的 要这样的人 你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神呼召你了 神装备你了 那你要付上代价 你要跟他 不是说你来就可以了 不是你来就 自动 一下变成另外一种人 没有这种的 有这种的是 很少很少 有 杀该就是 我才进去讲 没几分钟出来不一样了 我若是讹诈穷人 我采采一半给穷人 我扼诈谁 我才四倍 四倍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 四倍什么意思 四倍就是 400% 那你现在银行存款多少 有没有一了 我现在不知道的 你利息现在多少 有没有一了 还是二了 你钱存在哪里 他给你多少钱 没有啊 400 你知道好可怕 这个是杀该啊 几分钟前 还不是啊 几分钟后出来 变成另外一个人 有没有可能 有啊 我盼望我们每个人 都是一下变 不过大部分看起来 是没有一下变 一下变 所以你要怎么样 你要学他 学完他 成为主的见证 他拆派你出去 拆派你出去 你怎么 有胆量 敢说话 第十二世纪的时候 这个神学家 Thomas Aquinas 他有一次去拜访 这个教皇 Innocent Fourth 去看教皇 很有名的 Thomas Aquinas 教皇就带他 看教廷的那些收藏 那些摆设 财富 听不见很有钱 听不见 到现在还是很有钱 都是Thomas 我们现在不要再说 金和银 我都没有了 Thomas看一看 是啊 但我们现在也不能说 奉拿撒勒人 耶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了 弟兄姐妹们 你的眼睛要亮 你要明白 神做事的方法 同我们很多人 大部分的人 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绝对不会去选 这一批人 主耶稣去选 这一批人 因为他看见什么 他看见的是 他们的将来 他看到我们看不到的 他看到我们看不到 他看见彼得将来 有人要把他树上带子 带他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 彼得很喜欢跟约翰相比 那个人怎么样 主啊 那个人怎样 主耶稣说什么 那个人怎样 关你什么事 跟你没有关 你关好你自己 对吗 耶稣看见我们所不 耶稣为什么跟彼得这样讲 因为彼得知道彼得成熟的了 顶得住 这个也不容易 如果有一个医生告诉你 大概只有剩下三个月 这个不是好医生 因为不晓得你顶得住 顶不住 他知道他顶得住 就告诉他了 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时间不多 我已经过了时间了 对不起 这一段的经文 就让我们看见 不管我们原来 在主的面前是怎样的 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 交在主的手中 学习他 效法他 跟随他 我们都能够被主使用 他呼召 他装备你 他要差遣你 成为主的见证人 你或许是在这个local 或许是在你的公司 或许是在你的家族当中 成为他的见证人 to be my witness 直到主再来 这是主对我们的心意 但愿我们今天都能够回应 他在我们内心 对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呼召 我们来祷告 我们感谢赞美主 谢谢你 把你的话打开 叫我们看见 主你是恩典的主 你是吃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更是愿意向你 主我们一生在你的手中 求主你来差遣 求主你来使用 求主你装备我们 叫我们不突然辜负 这一生的光阴和时间 我们所走的道路 将来有一天在你面前 主要你要与我们 来算账的时候 但愿我们能够从你那里 听见说你是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那么感谢主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愿主赐福给每一位 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